今天就是因为下午要去做点事 所以今天是放假的 所以香港财经R就今天早上做 就是说我今天说的事是说到上午 那个数据是上午的 再提一次大家关于财经的问题 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有些朋友如果你觉得留言会很多 或者有些资料你是不想别人知道的话 你可以email给我 就是hongkongfinancer at gmail.com 就是香港财经r at gmail.com 一个字来的 我通常都是两三天左右 我就会答到 今天除了要说说 6288信销 就是unico的业绩之外 因为我们工作里面有它的股票 也想说回 股民有些很坏的习惯 也包括我自己之前的坏习惯 就是当你收到很多留言 或者很多email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 收到一个问题 无论升市或跌市 你都收到 越跌市就越收得多 就是什么呢 市会跌到哪里 或者 你的股价会升到哪里 这个呢 就是一些坏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永远 就是 以我自己这么久 我真是猜不到 没有什么是猜中的 虽然不是差很远 但是 真的没有什么猜中 就是说猜中 多少 就是你说 一千点以内 算不算是猜中呢 那当然猜不猜中 一千点就差很远 对不对 那你升市的时候 你猜中一千点 就不会被人罵 你跌市的时候 你猜中一千点 就大件事 我记得 巴菲特说过 他说 他师傅 在 Benjamin Griffin 在股市60年 他得出的结论 就是没有人可以 准确地 预测到股市 还有呢 有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是 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 去 预测股市的话 你相对地 就不能够花那么多时间 在你买的股票上面 就是大家的时间都有限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看图表 看一下联储局 中国怎么说 中国怎么回应 香港什么政策 这就是没有时间 去看你自己的股票 究竟 它的表现是如何呢 究竟 它的股价是过高 或者过低 究竟 现在 是不是升到一个很危险的水平 你自己的股票 又或者它跌到一个很便宜 值得你吸纳的水平呢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看这些信息 你就没有时间去看你自己的股票 那这个是一个话习惯 通常 股市场上 股市场上 兼须的 那你想想 例如我们 有8-15只股票 你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看这些 外面的信息 你哪里有时间 再看你这些股票呢 有你都可以立个标题 就算了 那是不合当的 在长线投资里面 我经常都说 除非 股市是去到很extreme 即是说 架高 或者是极低 如果不是 你是没有需要花 超过 例如说 你有100%的时间 是用在经济里面的 你是没有需要花 超过20%的时间 因为通常都不准的 到现在 例如说 跳到另一个画面 到现在 很多事情都明朗化 例如说 在开始下跌的时候 三万三建顶 今年年头 一月尾的时候 你现在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你现在就知道 现在已经明朗化 即是说 现在贸易战 将来如何行 收多少税 中国用什么应对 如何应对 今天你当然知道 当时你不知道 很多 只有个估计 很多人见到两万三 很多人见到两万 今天你已经 差不多概观定论 是不会见到两万 除了不是因为这些因素之外 突然间 有人炸了美国 或者突然间打仗 不能说 如果不是单纯在贸易战 或者脱钩 这些新兴市场 这一类的 已经知道的危机 是不会跌到两万 很肯定的 而今天你都肯定知道 中国是只会用 人民币贬值去应对 没有第二个招式 没有第二个招式 现在就很清楚 因为现在已经 由 一月头到高位到现在 已经接近 市场跌了十个月 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你想想 最初的估计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我前几天听郭sir说 可能短期 已经见底了 为什么呢 恒指已经 在高位大约 大家可以看到 我卡了这个最大的图 你可以看到 今早上午 25,400多 现在正式 我们这些叫做牛皮市 即是说 没什么人买 又没什么人卖 跌到 因为跌到很残 甚至信羽 都跌了一百元 吉利那些都跌了一半 很多科网股 已经腰斩 腰斩再腰斩 要卖的人都卖完了 那其他公用股 更加那些人 不会卖 那就硬了 以前在雷曼的时候 我记得很长 这段牛皮时间 几个月 市场都没什么动 每天看不看都这么滑 现在都一样 至于你说 是不是短期内见底 我不敢说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上星期已经说 有些干跌 就是只跌的指数 但是有一些股份 它已经跌幅很有限 比如银河娱乐 它已经跌不到 要沽的人已经沽了 基金已经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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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沽干了股票 没有人沽就不会跌 那些人又因为之前大跌 他不敢买 那就硬了太 这个当然是短暂性 花太多时间去估算 没什么意义 你现在看回头 假设郭sir说得对 哇 25,000多 你叫我沽了货 你跟23,000 差3,000点 和2,000 差6,000点 差不多 对不对 有些人 28,000才沽 才沽了货 那有千多点 你沽了货 那你是不是买回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向说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花多些时间 在你的股票上面 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分析这些宏观经济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港股 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太高 大部分现在在股市、楼市 都是我们这些年纪的股民 因为很多 譬如说三十多岁 他根本没什么钱 可以在楼市里玩 在楼市里玩 那我们这一班 经过九七 沙士 经过雷曼 勾债 熔断 根本就已经害怕了 我们这班 害怕了 根本就是 市一高一点 你看到有吹风 就说 喂 市会不会下跌 所以 再好像九七以前 那些 那么 那么疯狂的升幅 比较少 好像雷曼 这些疯狂的升幅 是很少见的 沙士很例外 沙士很例外 沙士是突然之间的 沙士例外 所以 你看到 我们之前说过 股市是两万八九 是当时的正常水平 那么 你升到三万三 已经人们害怕了 二十多个百分比较 那么现在 这个小红仔 刚刚跌了二十多个百分比较 我自己计过 由高位 今年的股市 大约跌了26% 就是一个细红 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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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鑽石九百万 投资仓 升到35% 其实 跟我们之前说的 都差不多 如果过去两年 每年是15% 今年是3-4% 升幅 跑赢了很多基金 很多基金 其实心里有数 他们知道有些股票是追不回的了 就是腾讯 现在他仍然手游 国家 今季都未说话批 下年才想 要拆的东西都拆出来 原先腾讯 正在做的游戏 已经老化了 过了高峰了 升上了三百多元 已经偷笑了 信羽 瑞星 升上了一百多元 已经偷笑了 吉里 升上了一百多元 已经偷笑了 不要说二十八元 是永久地 虽然虽然了 永久地虽然了 当基金不再去炒 而转炒其他板块的时候 这些股票永远就是这样的 即是几十元升上去 那他只有斩 因为为什么呢 他没有理由一直留着钱 他没有理由一直留着钱 在虽本的板块里面 他只有斩 那你就失败了 是不是 也告诉你 这些不是永恒持股 他可能是一个好股 但是一个好股 被基金、北水炒到天高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只坏股 一只坏股 最多变成一只正常股 他变不回好股 我们看过往 港股这么多年 没有什么 哪只大升了之后 跌到落底 接着还可以大升 很少的 譬如我们说的公用股 他也不是跌得很残 除非雷曼那些 他也不会跌到两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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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所以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下车 就是你要知道 你的股票 可不可以长渣 还是那些股票 只是 在一段时间爆发 那些不懂得下车 你就真的车毁人亡 跟我们的核心股股 是不一样的 两样东西 我们稍后也会说到 我想说回 我正在看一半这本书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黎家良 他年纪比我少 他做这本书很有心思 他做这本书很有心思 我只看到一半 但是 大家看看 右边 就是他说的投资报告 我可以告诉你 不要说一般的投资者 甚至包括他自己 都可能现在要输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 这样布局的 他是将 他整个投资报告 分为三件 一件就是港股 一件就是债券 一件就是股灾下跌 对冲 就是做反向ETF 大家如果看上面这个表 你就会发现 他是做很多的奇权 去做对冲的 他是做很多反向ETF 很多的ETF的基金 去做对冲的 这些基金在波动试的时候 是完全估计不到的 大家如果有 之前我们组合 虧了那只2623 在很短时间之内 他由12元升到13元 他又在很短时间之内 由13元跌到12元 你在这些 那么critical的moment去玩 必定loss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一件就是 有一些 複杂的投资 只是适合一些很专业 每天看着市场 但是仍然有可能 亏损的人去做 这些投资是不适合一般人去做 而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要达到财务自由 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的 巴菲特也有人叫人 买指数基金 但是他是很简单地 叫你买 道指 或者Nestep 是这么简单 他不会再叫你 买一些对冲基金 或者反向基金 因为他自己都不玩 很复杂是做不到的 特别在这些波动市的时候 死了你都未知什么事 发上发落 你想想 一个星期之内 他可以升跌10% 你怎么玩 没得玩 对不对 他现在又发过了 等于你做个人民币 对冲你怎么做 没得做 你看错 从6.2%现在做到7% 你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投资越简单越好 我教的方法是很黄道的 你是长线投资 你守得住的话 根本上你是不会输钱的 巴菲特第一条定律 就是不要输钱 第二条定律 就是记得记得第一条 你不输钱才说赢钱 你都未做到不输钱 说什么赢钱 多余 做投资记住 不要未学行 先学走 说unicle 的业绩 今年的业绩 也是 由我们买了unicle 开始第三季 连续第三季 他的顺利 都已经接近上升30% 全部的都理想的 除了GU GU是便宜的品牌 是虧的 但GU的比例也是最少的 为何虧呢? 就是因为策略的问题 就是他负存比较多了 大家看到 顺利上升29.7% 每股基本盈利都是29.7% 全年每股股息也都上升25.7% 做得非常之好 你看回信销的股价 今早大约是38.45% 我计算过差不多 今年全年比去年全年大约是上升三成 那现在38.45% 就不是很贵 又不是很便宜 他创过新高 中间最高是42.5% 那我们是30元买入的 那我们会仍然 就是留住 unicle这只股票 那本身 已经是70岁了 那所以他两位公子 现在已经是上场的 喝口水先 那已经有个focus 就说海外的unicle业务 已经在今季超越了日本本土unicle的业务 那未来这一年 Focus应该 海外的业务 就是抛离日本的业务 那其实unicle在美国是失败的 他还在亏钱 只不过亏损收窄了 柳井正的策略就是 Fast Retailing 是打败Sera和H&M 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因为日本品牌 要在欧洲文化上 摘不一席位 并不容易 那我们看看他如何 但是他都很 经过美国这一役 坦白说他很小心 譬如现在在 他要检视美国的组合 和西班牙瑞典 他现在开一间 先开一间 土耳其那些先开一间 先看看 这些分店 这些分店 也是一个正常的策略 那 unicle已经慢慢在 中国的production 已经是 他在中国 今年都会开多 过一百间分店 在中国 目标在整个中国里面 包括二三线城市 就开一千间分店 香港都会开多十间 那 在这个production方面 他就会移到东南亚 那在中国 慢慢他就会 就是生产会减少 因为贵 所以 这个策略上 现在看他的策略 是正确的 就是有板有眼 他做得不错 那我就 就是我们觉得 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一间公司 它的业绩上升 你一定要看一件事 股息是否上升 股息为什么能够上升 因为它 现金多了 它才可以派多点息 有很多公司 它的股价是上升 它盈利是上升 不过股息不上升 甚至不派股息的话 那这些公司就没什么用 我很少买这些公司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那这件事大家 都要记住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核心持股 我们不是说过六个核心持股 为什么用核心这个字 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持股 正常不应该只有这六个 那如果 譬如说你已经是退休人士 那我觉得没问题 那有些它是放了三至四个 或者它全个仓都是这六个 没问题 但是问题 如果你年轻一点的话 你可以 譬如说 Unical 那它根本一年是有能力 升四成的 那如果你的组合里面 只有这六个的话 你是很稳定的增长 但是有一些机会 你就错过了 有些朋友 他是很熟油股的 他很熟资源股的 很熟零售股的 很熟银行的 你就加下去 只不过 这六个佔主要骨干 譬如佔六成而已 你其他那些就佔四成 那六成里面 你可能增长每年10% 其他那三四个 你每年增长四成 那你已经将整个组合 拉到差不多两成了 增长 是不是 所以我们叫做核心持股 就是这样 说明核心 那你还有其他持股 你是拿手的 你是有把握的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可能你其他那些 无可避免地都会下跌的 就是 例如 Unical没什么跌的 很奇怪 例如其他的 那他们都可能下跌得很紧 但是核心持股下跌就少了 那你的组合下跌就少一些 例如市场可能下跌26% 那你可能只是下跌20% 或者18% 为什么 因为你的核心持股跌得少 那你就升 你又可以升多个核心持股 跌 你又可以跌少个大市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核心这个字 要不然我就只叫你买这六个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六个核心持股 在一年里面 过去这一年里面 香港的股市这个小红 小调整 差不多跌了26% 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 煤气最高 煤气最高 是去到16.2% 今天是14.76% 那就是煤气呢 大约跌了个多 大约跌了个4% 那如果我们计算 就是煤气大约 它跌了8% 那就跑赢大市 因为大市跌了26% 恒生 恒生 恒生就接近没什么跌到的 恒生是210多元 它只是跌了10元 恒生跌了 我当你12元 除它216元 恒生跌了5.5% 在整个今年的跌市 在整个今年的跌市来说 还不算它有息化给你 地铁是跌得最多的 地铁是跌得最多的 地铁最高是差不多到47元 今天它是38.4元 今早 地铁是跌了18% 虽然它仍然比大市跌少了 因为大市跌26% 但问题 地铁不是因为市的问题 第一件事是今年它没有物业推出 第二件事呢 今年它的管理是很差 沙中线 前几天地铁有大信号故障 全线塞车 这些都是令到某些市民没有信心的 不过一件事 你仍然是要去乘地铁 那问题就在这里 它是不关我们的事 是它的管理差 但是没办法 因为它有专利 领展 领展今年最高是去到77元 那我就当它是78元 那它今天就接近73元 除了78元 领展是跌了6% 在今年里面 那和大市是领先大市20% 大市跌了20% 越海投资 那如果投资呢 今年最高呢 大约是14个 你看这图 大约是14.5元 14.5元 那现在是13.48元 除了14.5元 就是如果投资今年最高的跌了7% 所有这些核心持股呢 全部都是跑人大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每天收现金 有专利 当你一只股票里面 现金的水份越多的话 它抗跌能力越强 现金不能跌的 是吧 还有它每天收现金 它有专利 最后一只就是中电 中电呢 今年因为 那个 突然间 下跌的时候 炒上去 所以今年中电呢 炒到上去97元 差不多 那么97元 减87.45元 中电呢 中电呢 今年跌幅是 9.8% 所有我们的核心持股呢 都是完全跑赢 今年的行指 如果你再减它们的股息的话呢 还要减3.2% 那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了 就是说 核心持股 可以令到你 可能你其他那些股票 已经跌了18% 但是你的核心持股呢 可能只是跌10% 那你就令到你跌少了 但是升的时候呢 另外那些股票呢 就将它由10% 跌到18%至20% 那这个就是核心组合的原意 在这里了 那希望大家就明白 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经退休的 那你 买完六只核心持股都没问题的 那但是如果你很年轻的 可能你30岁的话 那你月供股票之余 你可以加多一两只 你自己拿手的 你清楚你自己清晰的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拉高你组合 上升的时候的比例 也都可以增加它下跌的时候 抗跌的能力 好吗 那今天呢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了 今天讲到26分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股票上的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email给我 好吗 那下个节目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